第三次提 自然界的氧有三种原子 氧16、氧17和氧18 请问下列关于此三种原子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氧16、氧17、氧18 这样叫做所谓的同位数 也就是它们的原子序相同 但质量数不同 也就是所谓的子子数相同 但是中子数不同 所以选项A说 三个的质量数相同是错的 氧16的质量数是16 氧18的质量数是18 它们的质量数并不一样 那么它们三个之间是所谓的原子序相同 然后质量数不同 是子子数相同 但是中子数不同 那么如果质量数越大 就是中子数就会越多 所以三个中子数应该是氧18 它的质量数18是中子数最多的 所以C说是氧16最多 是错的 而它们的质量数三个是都一样的 原子序是都一样的 所以选项猪说氧18的质量数最多也是错的 那么这三个如果是中性原子的时候 电子数等于质量数 而我们的同位数 它的质量数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中性的时候 它们的电子数也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B说 它们电子数相等是对的 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有关此三种原则去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电中性时三者之电子数相等 对 对 对